Hello,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录了一个get ready with me,然后顺便在这个期间聊一聊我整个运气的变化,然后我是第一次录这样的视频,可能会虚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啰嗦,那如果你对我这个运气的变化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今天呢已经,就我录视频的当天,今天就是28周了,我今天已经28周了,已经算应该是运完期的开头吧,然后我就想来录一个这种视频来说一下我这个运气的一些变化吧,然后我就想干说话好像挺无聊的,就来了一个get ready with me, 一边化妆,一边那个聊聊天,然后我用的粉底液就是这个YSL的,这个之前买的超模粉底液,我的这个镜子在这边,所以我会往这边看,我先把它点在脸上,你看,你们看我这个脸,我应该之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这儿,就会很红, 就如果不上妆的话,它就会就是鼻翼两侧,包括这个下面,然后嘴巴这个周围,它就会红红的,自从我怀孕之后它就一直这样,怀孕初期的时候,真的孕反非常严重, 就很难受很难受,真的已经,我觉得就有一种可以用一个词,生不如死了,就是每天就躺在那儿,然后一睁开眼,就开始难受, 然后睡觉的时候也是很久很久才能睡着,因为真的是很反胃,然后我是吐的那一类,就是我早上,每天早上必吐,就是前三个月的时候,每天早上必吐, 然后我早上吐的时候,不是吃完饭吐,是还没有吃,睁开眼睛,就要冲到厕所里面吐的那种, 所以我每次吐的呢,就都,其实都是空腹吐的,然后就会,就我每次吐的都是胆汁, 然后,嗯,我以前就以为胆汁是绿色,然后吐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胆汁是那种金黄色的, 就我的用那个防晒,我觉得特别搓泥,很烦, 最近我现在手头上的两个防晒,我都不是很喜欢, 一个就是,我以后,我觉得我可能会拍一个孕期爱用品分享吧, 然后到时候再说,说我刚开始吐的,吐的非常严重, 我再加强一点,刚开始我只挤了一泵嘛,然后, 然后,主要是都涂在这边,然后这边比较少,再挤半泵吧, 然后,我刚开始不是说我一直吐的都是胆汁吗, 每天早上,所以就,就吐,然后吐完了之后, 那么两分钟可能会觉得稍微舒服一点, 然后就胃里面就清了空空的, 然后就会觉得稍微舒服那么两分钟, 然后接下来又不行了, 然后我就在厕所洗漱的时候,一刷牙, 哇,又是一阵恶心,往上饭, 然后我老公就会做饭嘛, 我老公就觉得,你即使恶心,你也要吃嘛, 因为毕竟已经怀孕了, 然后如果你每天都不吃的话,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上厕所, 然后就也没有办法排毒, 就整个对你身体也是不好嘛, 所以他就会有一种甜鸭式的方法让我吃, 就说你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就是吃多少多少, 然后他就每天会给我做饭嘛, 然后我每天就是吃了饭就躺床上, 然后因为吃的也不是很多嘛, 然后躺到床上有的时候会觉得好一点的时候, 他会带我出去逛一逛, 然后溜一溜, 然后稍微调节一下吧, 反正前三个月就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 而且我现在觉得就是二胎的孕妈, 我这用不完了, 二胎的孕妈我觉得应该会比一胎的更痛苦,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你那个难受的那个劲儿啊, 会很深刻的停留在你的记忆当中, 你一旦想起当时的那个感受, 然后你又知道你现在又要经历一遍的时候, 那个我觉得感觉是更痛苦的, 因为我现在想一想, 让我再经历一遍,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痛苦, 因为当时真的觉得好难受, 就那个难受, 就我老公就问我怎么着你能舒服一点啊, 怎么着都舒服不了, 就躺在床上刷手机都刷不了, 我当时每天躺在床上, 然后就有时候会看小红书啊, 然后讲一些运气的东西, 就是前三个月的时候, 以至于我现在就有点做下病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现在打开手机, 看见小红书这个APP我就有点犯恶心, 然后就是那种记忆吧, 可能就已经深深的烙在了我的脑子里, 然后包括那个时候我老公给我做的一些菜, 因为男生嘛, 他也不是很会做, 比如说变着花样给你做呀, 然后怎么样, 他就是那几道菜, 什么番茄炒鸡蛋, 然后炒土豆丝, 然后什么青椒炒肉之类的, 然后他做的每样菜, 我就感觉味道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现在但凡是闻见他做的菜的那个味道, 我就开始犯恶心, 然后看见西红柿炒鸡蛋, 就也会很恶心, 就这样吧, 这边搓泥就搓泥吧, 好烦啊, 所以前三个月就是, 所以我就觉得二胎的育麻, 就你一旦知道你一胎, 你已经经历过一次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然后你一想, 我又要再经历一遍, 哇, 真的是痛苦死了, 然后我现在, 然后我用的这个散粉, 就是这个Lamere的散粉嘛, 然后不是说它不怎么干, 然后比较保湿, 然后又会有一点点微闪, 然后可能会, 就是给你的皮肤造成一种, 比较有光泽, 比较水润的感觉嘛, 但其实我觉得还好, 可能是因为我的脸太干了, 所以我以前用这种大刷子, 然后这样上蜜粉嘛, 现在我连这个我都觉得干, 所以这种大刷子对我而言有点太大了, 因为我可能只需要定一下, 就是梯子不会容易出油的地方, 或者是眉毛这个地方, 因为一会儿要换眉毛嘛, 所以我都改用这种小刷子, 其实这个是我那个, 刷高光的刷子, 但是我也不管, 沾一点, 然后在盖子上, 扫一下, 然后把眉毛, 我的眉毛毛很少, 一直都是这样, 然后继续说我的运气改变哈, 我就是前期就是难受, 就是吐, 然后因为肚子, 因为刚开始宝宝很小嘛, 然后, 你的肚子也不会凸起啊什么的, 其实, 唯一让你觉得你怀孕的就是你的运反, 一直不停的吐, 然后一直不停的犯恶心, 然后吃一点就吐, 然后文件油烟就吐, 然后到了后面孕中期的时候, 你可能就, 我觉得孕中期是最舒服的时候, 因为一是肚子还没有那么大, 然后你的行动啊什么的都还很方便, 吃什么都很有胃口, 然后就是吃的也比较多, 然后消化也很快, 然后睡觉什么的也都很舒服, 但是就是特别容易感动吧, 我觉得, 然后特别容易掉眼泪, 然后特别容易开心, 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去看, 去做那个B超, 然后看宝宝的时候, 就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产检, 宝宝当时根本就没有形状, 而且当时医生测出来是只有三毫米, 就真的很小很小, 但是你就觉得有一个生命带在你肚子里, 我当时躺在那个B超的床上, 我就开始掉眼泪, 一直不停地在掉眼泪, 然后医生就也不搭理我, 他还在那儿跟我说,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哭哭哭, 然后我老公当时在外面那个等我嘛, 然后一个人在那儿哭, 然后医生可能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吧, 就觉得孕妇嘛, 就会容易这种大喜大悲, 就是, 但是我的就是情绪变化, 就是我看网上说是因为激素啊, 导致的, 然后那个不是说生完孩子之后, 然后由于激素的大幅落下降, 有可能会有什么产后抑郁啊什么的嘛,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有一种状态, 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有一点太嗨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激素水平是不是太高了, 还是怎么样, 就是我用一个腮红, 就是喝酒不是有那种微醺的状态嘛, 然后微醺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啊, 自己很舒服, 然后晕晕乎乎的那种感觉, 然后觉得又很嗨, 然后心情又很愉悦, 我有时候就会有那种感觉, 就是放开一切什么都不用管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时候我就会有这种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那个水平可能会, 就是因为太高了吧, 我觉得哈, 腮红, 然后高光, 高光我用这个, Laur Morsier, 这个烘焙高光我已经用了很久了, 它都已经有一点平了,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凸起嘛, 我把它那个上面这个好像就已经刷得有一点平了, 这个高光就是你随便沾, 然后就是怎么刷都不会有那种让人觉得很突兀的感觉, 但是它在你这样转头的时候又会有那么一点点, 所以你就这样, 我会这样整个从眉毛然后一直到这边, 我为什么现在还没有画眉毛, 我就是因为我会把高光也会刷在这个地方一点, 因为我想让我的这个眉骨这个地方, 让人感觉稍微凸起一点, 所以我会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直到这个地方都刷下来一点, 我不是一个很正经的美妆博主, 我只是就是借这么一个形式吧, 但是我又比较喜欢化妆, 我之前不是说老公他一直怀孕的时候, 他不想让我化妆吗, 就是有时候觉得他不太在乎我的感受, 因为我现在已经就是没有工作, 然后在家天天待着, 我还不能干点我喜欢的事情, 然后他就会又说, 那你现在都怀孕了, 你干嘛还要怎么怎么样, 就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为宝宝着想, 我只为我自己着想, 但我觉得他不为我着想, 他只为宝宝着想, 而且现在的我们基于的这个事实是, 就没有什么影响, 就这个化妆, 然后上一次我就跟老公说, 我说你去问医生, 医生说如果可以化, 就我们达成那个共识嘛, 我就说如果医生说可以化, 我就可以化, 然后他就问了, 然后医生说可以, OK, 然后我就还挺开心, 还用那个沾东沾衣服的那个滚锣, 然后把我身上稍微沾了一下, 他那个掉掉, 我脸上掉的那个屑屑, 就全掉我衣服上了, 特别明显, 然后现在来化眉毛, 然后我刚才说到哪儿, 这个记忆啊, 真的是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操心的人, 然后我是一个脑子很好的人, 就你让我记点啥, 我绝对能够记得住的, 现在我的天哪, 绝对是一孕傻三年, 就根本就记不住, 我老公跟我说一个什么东西, 我真的记不住, 他得提醒我好几次, 然后我就是先用这种稍微粗一点的, 这种砍刀型的眉笔, 然后他会稍微淡一点, 先把眉头画一下, 然后, 我的这个眉毛也是非常难画, 因为他毛很少, 然后他又杂毛又很多, 而且我现在怀孕了孕之后, 就别人好像是怀孕之后, 包括产后会脱发, 然后会就是, 就是毛发不太旺盛吧, 就是长得也慢, 然后掉得也快, 但我好像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自从怀孕之后, 我身上的毛, 就你看我胳膊上的毛, 就长得特别大, 然后每次洗澡的时候, 他都会纠结, 就已经打在一起了, 然后包括我身上, 然后头发, 但是你说我的眉毛吧, 他倒也没有长得很密, 但是他边上的这些杂毛, 他会长得很多, 然后包括你看我这些碎碎啊什么的, 就你看包括这儿, 就是我觉得我自从怀孕之后, 我的毛发特别旺盛, 然后但是我问医生, 医生说是因为什么激素水平啊什么的, 然后反正就都归于激素水平吧, 然后他就说不要去刮, 不要去剃这个毛, 因为他本来现在就属于疯狂生长的状态, 然后你越刮他长得越快, 所以就可能会有点像男生刮胡子, 就会这个毛会越刮, 然后越多, 然后长得越硬啊什么的, 反正他就建议我不要刮嘛, 所以我也没有管他, 但是有时候洗澡, 我们北方人嘛, 喜欢用搓脑筋搓灰, 搓泥, 然后我就这样搓嘛, 然后他一有灰, 然后就跟我这个毛, 就好几根就, 嗯, 纠结在一起, 然后你就会发现, 每次洗澡这样一搓, 然后几根毛和我的灰, 然后纠结在一起, 然后就在这上面, 然后特别难弄, 就你冲的时候, 不像之前一冲, 然后灰就掉了, 然后现在他就是会纠结在一起之后,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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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很难冲掉那个灰吧, 有时候就得这样把它拔掉, 所以就很, 很, 很诡异的那种感觉吧, 就毛已经旺盛到这种地步了, 包括我肚皮上的毛也是, 非常长, 非常密的那种, 但是我的毛就属于那种, 我包括头尾也是, 我是那种细软发质, 所以我身上的毛也是属于细软发质的, 然后它就很细, 然后又很密, 然后让你就觉得, 特别的, 那种感觉很奇怪吧, 我觉得, 就又茂盛, 又很密, 然后我会用这个细的画眉尾,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运气的一个改变吧, 就是毛发生长的特别快, 而且特别旺盛, 但是我不知道我产后会怎么样, 然后不是就是运气的时候, 脾气都会不太好吗, 我的确的脾气会不太好, 就我刚才不是说我特别容易大喜大悲吗, 就乐的时候就已经乐到嗨了的那种, 然后伤心的时候, 就比如说有看一些电视, 然后电影, 或者看一些书, 或者是看到街上一些, 就是反正就是让人有点伤心的那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哭, 然后就会忍不住的那个眼泪就开始往下流, 就其实我自己也不想这样, 我也不想就是动不动就开始掉眼泪, 我老公就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受不了了, 他就觉得你怎么又哭了, 他就觉得, 但我就跟他说我也不想, 但他就这样, 就开始往下流, 然后我说那我也克制不住, 然后他说那算了你就哭吧, 他也就可能已经也了解了嘛, 然后他现在他就觉得是那个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女生在怀孕的时候, 老公这个角色真的非常重要, 不是说就是我们在国外只有我和我老公, 然后只有我老公在我身边, 然后就是说可能我老公的角色比较重要, 然后如果你在家里, 父母可能都在身边的时候, 老公角色就没有那么重要, 其实我觉得像怀孕这种事情, 因为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就是是你和你老公之间的事情, 那如果你老公不太管的话, 或者说你老公不太安慰你, 就是在这个当中, 他没有起到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时候, 不管其他人对你怎么样, 你就觉得他还是不体贴, 就你就还是觉得你比较在意老公的想法, 我是这样觉得的, 就我就觉得老公的态度和行为和做法吧, 在我这里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这边这个眉毛超级难画, 因为它一点毛也没有, 我必须要生生的把它画出来, 而且我两边的这个眉骨的这个高低, 什么感觉也不太一样, 就是你明明画的是一样, 然后这边就感觉, 这边很往上凹, 然后这边就很行云流水, 好难画, 就这样吧, 不管啊, 要求不要那么高, 我结婚的时候, 我那个个化妆那个女的, 就过调眉毛调了好久, 就可见我的眉毛有多难忘, 然后我现在呢, 这个是德国的一个牌子, Cartris, 其实英语可能叫Cartris, 但是我们都叫Cartris, 就德语嘛, 都叫Cartris, 然后是一个这种非常大地色系的一个盘吧, 然后你看我好多都用凹了, 其实我就是经常用这个, 就我都有点把它当眉粉用, 拿一个这种小刷子, 我想把我的眉毛再扫一下, 就用这个, 它就是那种灰灰的, 但是要少沾一点, 不然容易有一点点脏脏的那种感觉, 我会把它稍微梳一, 就是用这个眉粉稍微弄一弄, 然后稍微看着有一点, 有一点毛茸茸的感觉吧, 我个人认为, 然后会稍微往前带一带, 然后会再沾一点, 然后把我的眼睛这儿, 扫一扫, 就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盘吧,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 米白色打底色, 然后这个是一个那种, 可以画卧蚕, 我觉得可以画卧蚕的一个颜色, 然后也可以稍微提亮某个地方, 然后它的粉也挺细的, 然后这个就是那种灰灰的轮廓色, 然后这个我不太用, 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珠光色, 但是它是一个灰灰灰的, 然后又很黑黑, 就是灰黑的那种, 然后我觉得怎么画都不太好画, 就不太适合我,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珠光, 然后一个比较大地色系的一个珠光颜色, 我再试一下这个, 就是这个灰灰的这个颜色, 你看, 它就是这么一个灰灰的, 然后就我觉得比较适合, 那个, 比较适合打眉粉啊, 或者是轮廓色之类的, 然后最这边这个就是一个深棕色, 就是一个眼线色, 或者是画在眼尾的这样一个颜色, 所以我觉得它挺实用的, 然后就是画眼妆, 我想用, 我今天想用这一盘, 走一把的, 这个应该是叫南瓜盘, 就反正是这种橘橘的这个, 然后我就稍微上一点颜色吧, 先用一个这种, 先用一个这种, 叫什么, 火炬头的这种刷子, 沾这个米白色, 先扫一下眼皮, 然后我现在, 不是已经到就是孕晚期了吗, 其实我从孕中期后半段, 就我从26周27周开始, 就已经出现了, 稍微有一点点便秘的状况, 就是我之前是每天早上, 就是就要去上厕所了, 然后现在就是, 就是会有一点点费劲的那种, 我就不太喜欢, 因为我一直就觉得, 就已经养成那种习惯嘛, 然后每天就这样排, 然后就觉得很舒服, 当你觉得, 当你发现今天没有排的时候, 你就会, 就总觉得肚子里面有那个毒素, 然后就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然后吃东西的时候也不是很顺畅, 就因为你没有排, 没有上厕所嘛, 然后你还在往里面吃, 可是它为什么不出来呢, 就觉得全在你身体里面堆积着, 我觉得我也很个应了嘛, 然后后来, 就是包括西梅汁啊什么的, 我也试过, 西梅汁在我身上是这种效果, 就是不是说喝了当天就有效果, 它会等个一到两天, 甚至两到三天, 它会排, 就是它会产生效果, 然后但是呢, 就是它产生的效果呢, 不是说让你排便顺畅, 就是在我身上啊, 不是让我排便顺畅, 它让我拉肚子, 然后肚子很痛的那种, 然后我就不太想用那个了, 因为第一它不会当天就起效果嘛, 然后, 而且它就是给我的体验吧, 我觉得也不太好, 有点痛,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大口喝水, 因为本来孕妇就需要喝很多的水嘛, 然后我现在喝水的方式就是大口喝水, 我每天早上起来, 其实我之前也是, 没有还原之前也是, 每天早上起来会喝一杯温水, 就是稍微大一点的那种杯子, 然后就是大口灌下去, 然后就是, 因为我之前从哪看了, 说好像如果便秘的话, 这样子容易, 就是有利于缓解便秘吧, 就是大口喝水, 相当于是让那个, 因为就是发现这个方法之后, 我就每天早上起来喝一大杯温水, 然后要大口喝, 然后我每天就会喝很多水, 然后也是都是大口喝, 然后我现在可以基本上做到每天,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一天两次, 就如果吃的很多的话, 因为现在就是胃口大开嘛, 再用一下这个, 还是同样的刷子, 用一下这个, 稍微去让它有点颜色吧, 就是大口喝水, 然后就是每天要喝很多的水, 然后再加上, 因为我现在吃的比较多嘛, 就有的时候会一天两次, 有的时候一天一次, 偶偶尔尔, 非常偶尔会就是两天一次, 就还是会有一点点这个便秘的状况吧, 然后到现在这个时期, 然后就我觉得主要困扰我的, 或者说主要的这个变化吧, 就是这个睡觉这个问题, 我觉得真的好难受啊, 因为你知道, 当你肚子大了, 然后我看网上又说, 最好要左侧睡什么的, 但是左侧睡压的心脏好难受啊, 我有的时候都被疼醒, 就是压的心脏都被疼醒的那种感觉, 但是往右侧睡呢, 我又发现我每次往右侧睡, 就是我这个肚子右边就会硬硬的, 然后左边就感觉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右侧睡, 左侧睡就没有这种情况, 但是左侧睡对我而言, 就是会压的心脏很痛, 然后你又不能躺着睡, 你躺着睡因为现在肚子很大, 然后压迫的我又呼吸不上来, 我之前是一个喜欢震很矮枕头的人, 然后震高一点, 我脖子颈椎什么就不舒服嘛, 然后现在我就得震高一点的枕头, 不然就会很难受, 就会呼吸不上来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睡觉问题, 真的是困扰我, 就是最大的难题, 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你怎么着都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即使我左侧睡, 然后这个肩膀就窝的吧, 还是怎么样, 也会很痛, 然后就是夜里起夜的问题, 因为我会喝很多水嘛, 然后本来肚子变大, 它会压迫膀胱, 然后你有一点一点, 你有一点点那个尿液, 就要去上厕所, 然后否则你就会, 那个膀胱就会压得非常难受嘛, 然后我现在夜里基本上就是起两次, 我不知道几点啊, 我就因为起了之后, 我会再继续睡嘛, 然后就觉得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睡不好, 昨天晚上就没有睡好, 我昨天起了三次, 然后早上, 因为一是要起夜睡不好, 二是因为你这个睡姿调整不好, 也容易睡不好, 然后身体就会腰酸背痛腿抽筋, 我昨天还抽筋了, 对,抽筋这个问题,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缺钙, 然后那天问了医生之后, 他说我是因为缺美而导致腿抽筋, 所以就大家孕妈们, 有的时候自己腿抽筋, 还是要问一下医生, 到底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缺钙, 还是因为缺美, 还是因为缺什么, 然后去对症下药吧, 我觉得, 来点橘色, 这个好容易上色, 我来的是这个橘色啊, 这个, 这个, 最橘的这个橘色, 然后不是有孕妇诊吗, 然后德国这边也有孕妇诊, 然后就在Baby Watts, 还是叫什么, 反正就是一个网上买的孕妇诊, 然后我之前也就是做功课嘛, 就好多人就, 就是在德国这边的人, 然后这边就也就那几种, 然后我就看, 它主要就是它那个枕心里面, 是什么材料嘛, 因为这边它没有那种纯棉花的, 就是又很软, 然后你压下去, 又可以支撑住你的那种, 它是那种有点像丝棉一样的, 就是非常抛, 然后你看着很大, 比如说这么大, 然后但是你一压, 它就变得很扁, 我不喜欢那种, 因为它就感觉没有支撑, 然后很多人就说可以买那种, 叫什么, 粮食皮的那种, 可能是麦子皮还是什么吧, 然后我就买的那种的, 然后买的是那种一米九的, 就是它不是这样一个U型的吗, 它是这样撑开是一米九的, 哇好重啊, 因为它是粮食皮的嘛, 特别重, 我夜里想就是抱着它, 或者说想挪个位置, 我都弄不动它, 特别沉, 而且好硬啊, 说实话真的好硬啊, 我现在都不太用那个了, 就这样吧, 稍微有一点橘色, 然后再用这种, 小一点的这种刷子, 沾一个深一点颜色的, 沾一个这个吧, 把这个颜尾画下, 然后带到前面, 然后就那个预复诊, 我就现在没太用, 因为它太沉了, 我觉得它要是轻一点, 可能还会舒服一点, 但是那种, 那种丝绵的, 因为这边我发现那个网上, 就这两种枕形, 一种就是那种粮食的, 一种就是那种丝绵的, 丝绵的它就是那种, 你压下去, 就没有了, 变得很扁很扁, 就没有支撑, 那我就觉得我肯定不行, 所以, 我现在每天睡觉, 真的是很痛苦, 然后呢, 我要用一个什么的珠光色呢, 用这个吧, 好菊呀, 这个珠光, 看, 就这个最菊的, 这个珠光好菊呀, 稍微少来一点吧, 因为我的眼睛不太适合画那种轮廓很大的眼影, 就挨着眼皮这样, 来一点颜色, 稍微有一点点放大的功效就可以了, 然后再拿这个, 蘸这个米白色, 我要在那个周围再扫一下, 我觉得它可能泛有点太大了, 我想把它再扫的稍微显得干净一点, 然后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凑合凑合就行了, 我可能还需要继续学习, 我的眼睛就是不太适合画很轮廓很大的眼影, 因为它, 一是没有双眼皮, 二是眼睛很小, 然后我想一下我还有什么变化没有说到的, 反正我现在能够感受到的, 第一运反, 刚开始的运反就是这样, 就很难受, 就是忍, 忍过来就好了, 然后第二运中期的时候就是, 就你的脾气暴躁其实是伴随一整个的, 然后包括你可能容易大喜大悲啊什么的, 都是贯穿你整个运期的, 然后但是运中期我觉得就是非常舒适的一段时间吧, 因为你一旦没有运反, 一旦没有出现那个恶心状态的时候, 真的是觉得上了天堂了, 尤其是因为我是一直吐到四个月的, 然后我也是从四个月底, 然后五个月初开始, 就是开始完全好转, 因为等到四个月的时候, 就是过了前三个月, 你可能吐的没有那么厉害, 或者说没有那么恶心, 但是然后身上也有一点点力气了, 因为之前就是一直就是会困, 会睡觉, 会浑身无力, 什么都干不了, 所以我很佩服那些怀了孕了, 然后也要去工作的人, 因为那段时间又很难受, 浑身又无力, 然后心情也很难受吧, 就心情也很不好, 因为你本来身体上就很难受, 再加上给你的那种感觉吧, 所以那些还继续工作的人,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然后浑身无力, 等到四个月, 它是慢慢慢慢, 它不是说某一天我一下就好了, 它是慢慢慢慢, 突然你觉得我今天好像好一点, 我今天好像可以就是出去活动个一两个小时, 然后我今天好像吃饭没有那么恶心了, 我可以多吃一点了, 然后直到五个月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我已经完全就是觉得每天精力充沛, 然后睡觉睡得很好, 因为那时候肚子也不是很大, 然后就是感觉怎么睡都可以, 然后也没有什么便秘的状况呀, 然后也没有就是说一些药酸被痛的状况呀, 然后每天都很活力充沛的感觉, 然后你可以出门去溜一溜, 因为我那前面几个月我都没怎么出门, 然后我想吃什么, 然后胃口大好的那种, 然后等到再往后的时候, 就会开始出现腰酸被痛, 因为肚子大了之后, 你一个睡觉睡姿怎么睡都不对, 然后就是真的很难受, 然后你活动也不变了, 因为肚子大了弯腰啊, 然后抬腿啊, 尤其是洗澡的时候, 就是因为你肯定要一个人完成这项工作的吧, 然后洗澡的时候就会很磨叽, 因为你干什么都很慢, 然后有的人会脸上长斑啊, 我这个地方就是额头这个地方, 太阳穴这儿就长了一块斑, 那天我就发现我真的好伤心呀, 我觉得我皮肤干啊, 然后毛孔大呀, 这个变化已经让我觉得有点伤心了, 然后结果那天我又发现我长了一个斑, 从那之后我真的每天都在涂防晒, 然后会涂很厚的一层, 即使防晒会给我带来很不喜欢的感觉, 因为我的防晒不是会泛白, 要么就是会搓泥嘛, 然后但是我还是就坚持涂它, 我不想再长斑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现在这个状况就是睡不好觉嘛, 但是好在就是还有两三个月就结束了, 等卸了货之后, 就希望事情会好起来吧, 因为我老公说, 你现在一夜就是睡觉夜里面, 你只是起两次, 等你真正宝宝生出来之后, 你夜里不知道要起几次去喂奶, 就是这个过程真的是让你想想可能会觉得很痛苦, 但是就觉得很甜蜜吧, 毕竟家里多了一个新的成员, 一个很可爱的宝宝, 然后让你觉得就是值了吧, 就是只能说我觉得就是值了, 让你为他付出, 哎呀说到这儿我又想垫眼了, 结束了, 今天的视频结束, 拜拜, 我刚才忘记涂唇膏了, 好, 扎了个头发之后, 发现我忘记涂唇膏了, 然后我就又加了一个唇膏, 就是这个阿玛尼的500, 一种一个非常温柔的豆沙色吧, 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奇妙, 就是它非常淡, 但是你网上一涂就会让人觉得很温柔的颜色, 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颜色,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